中國大陸 怎麼在改變台海的現狀呢 他就利用每一個時間 每一個兩岸之間的 這種外交上的 政治上的衝突 他就這樣子 所以959的飛艦危機 中共的飛機就大舉出海 然後上一次 這個佩洛西來 他就大舉的越過中線 包括軍艦 包括飛機就這樣做 那這一次 再一次的就 大規模的越過中線 平常也有 但是大規模都要利用一個事件 然後在中部 北部的外海 加強他們的聯合懸防 這種叫做蠶食 像蠶在吃葉子這樣 一點點咬 一點點咬 壓縮我們國軍的 佛洞的空間 或者是巡航的空間 過中線 甚至這個要接近 你的所謂的臨界區 這對我們是不好的 那如果我們要大規模的 去做對抗的話 那就很可能會出現軍事意外 那美國也不希望台灣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眼睛的看到中共 利用每一次兩岸之間的 不愉快的事情 他就進來 一直往右邊走 我們就一直往右邊推 我們的戰略空間 或者是可能的防衛的空間 就被壓縮 越來越扁 越來越窄 這個是我們值得我們注意的 所以我們其實 高明的戰略就是說 不占了屈人之兵 這裡面就包括很重要 就是說你平常 不要給中共找到藉口 去壓縮我們的 軍事活動的空間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泡泡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足夠出人物 CTI444